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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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们数字玄机的时间 今天星期四 今天晚上有点不同,今天跑马 我们现在先跑一下币,看看有什么新闻 新闻先讲一下一些关于比特币的应用 现在NBA有队球队,Sacramento Kings CEO 宣布 在不久将来,将会容许旗下的球员 选择用比特币来资深 之前有一个美国州 其中有一个州可以收取比特币 用来支付一些公共费用 当时州政府和某一间交易所合作 当比特币去到政府的币币的时候 就由那间交易所负责和它兑换了 可成为一个USD 这个当时也引为佳话 即是所谓应用场景 我相信现在NBA球员可以收取比特币 这个都没什么所谓 我相信这班美国大兴都随时都在炒 玩比特币或者同类型的虚拟货币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选择 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其他东西呢 先说回美国 美国有一间比较大的地产公司 叫做Cabuso CEO说他现在旗下的物业 包括住宅项目或者商场商业铺位 其他的租客如果要交租的话 都可以选择用比特币来支付 就是跟我之前说的越南一样 越南交租你可以用黄金 用两金去交租的 你不一定要用越南盾的 其实以物换物 或者以物换服务的方式 也是多个应用场景 以前比特币拿来买过 现在值几个亿都不止了 现在是十几二十亿的披萨 其实是用一个产品 换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 当虚拟货币或者这类型的资产 多了应用场景的话 假的假的都会变真的 大家都用了 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除了美国之外 有一个有趣的消息 关于乌克兰 较早前政府跟所有公务员说 他们可以自愿申报他们的财产 而这个加密币都在申报的选行之中 其实有点像澳洲 澳洲前年去澳洲的时候 政府也是说 如果你有做数字货币的交易 当时应该主流也是说是比特币的 就是你们要保存所有交易的资料 以便日后作为税务审查的一种选项 可能有加密货币 或者没有也不知道 但这次乌克兰 如果他这样去拿资料 那些人愿不愿意给他呢? 因为俄罗斯也是属于早期的 俄罗斯的developer 也是属于早期的玩弊 玩得也挺行的 很多的 不要说太远 就讲ETH ETH其中一个founder developer 就是俄罗斯人 所以俄罗斯对于底层的一些 encryption的技术 掌握得不错 我相信颇多人应该有加密资产 那乌克兰是什么情况呢? 公布出来 就发觉原来拥有加密资产的比例都相当高 而他们当中拥有加密资产的总值 比起我们之前说的Square的支付公司 还要多出很多倍 不是吧? Square也有很多 是呀 按全国的pobulation size 计算的人头拥有 还是个别人的资产里面的配置 拥有比特币的比例高呢? 不是 他是说所有公务员 拥有加密资产的总值 比Square公司要高五倍 高五倍? 是的 但是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例子 比较极端的例子 集中在几个人身上 没错 其中最厉害的是 一个乌克兰的市议员 他自己申报有18000只比特币 现在其实等于10亿 10亿 10亿 其实这个市议员 其实很多个月前的时候 都已经流出过这个消息 他本身的家 他本身的家是很有钱的 他公布他自己很早期 已经有参与这个挖矿 是投资的 已经有了很多一年了 所以他就有这么大量的比特币 其实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个 都是有1000只比特币以上的 过1000只比特币 都是一亿声的了 是的 6万一只 1000只就是6000万 6000万 好的 全世界都说有 香港有多少人不知道 不过那天香港要做个统计 我看都可能有很多有趣味性的数字 会出现 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 比特币的总量只有2100万只 全世界有70亿人 这个又说有18000只 那个又说有几千只 其实真的 到很多人都真的要买入这个比特币的时候 那个价值 那个价钱一定会升到非常之高 是 因为你现在比特币的持份者的讯息 其实是一个公开市场 可以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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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个币中有多少的比特币 还有现在也有些所谓专业的人士 或者专业的机构 一直都有跟踪着主要 在主流的比特币的持份者里面 有没有大的搬砖出现 就是动来动去的 就是这个币里面 本来有三千只 一声不见了 一千只 那他说这一千只搬到哪里呢 那些人就会 尋根究底 或者跟踪他的footprint 就会发觉 原来一千只搬到交易所里面 那便来了 因为无端端搬到交易所里面 除了想估计 也没有什么想做 对不对 除非他想买其他东西 但是一般来说 有这样的情况 比特币突然间会有一个闪崩 很奇怪的 这些已经屡见不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讯息很重要 其实现在很多这些官方式 没有官方式 非官方式 这些训练的机构 就会跟踪到 通过科技 通过AI等等的技术 就使得市场更加透明 让人们不要做一些古灵精怪动作 他都会知道的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讯息 昨天 这个福布斯排列了世界富豪的排名 香港出奇意料地 李嘉诚当然是排第一 原来排第二 竟然是FTX的创办人 San Bang-Man-Fried 现在做了香港第二有钱的人 他只有29岁 他拥有的加密资产就很丰富 你刚才提到 很多东西都是公开透明的 他也曾经公开过 他自己玩DeFi 以及他那些加密资产 用哪个地址 其实这是一个公开的讯息 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把地址的连结公开 大家都可以随时进去看看 到底这么有钱的人 他的加密资产的配置是怎样的 挺有趣的 币币里面拿着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 等于李嘉诚拿着多少股票 你一乘下市场价值 就算到他大概是多少钱 这就是每一个个人的 net worth的计算方法 是 29岁 相当年轻 是 相当年 29岁的时候还在拼命 29岁的时候 相当过人 已经过百亿 已经过百亿资产了 其他方面呢 昨天的币好像有波动 就是B&B 好像昨天抽了一只新币 之后 一抽完 就由420-410元左右的B&B 跌到最低350-360元左右 是 然后就后期价定了 370-380左右 现在就 收伏失地了 400元左右 400元左右 就是给你多一个机会 不知道有没有买到 比特币 但跟比特币好像掉到56,000 是的 比较偏弱 偏远一点 另外 我们就不鼓励炒币 不过我们去分享一下 有些什么 sell 有几只 昨天那只 那么厉害 那只 最高升了100倍 那是什么 那只 你在说 在B&B抽那只 那只 那一只 TKO 昨天也提过 就是印尼的 印尼交易所那只 最大的交易所 它在B&B上升 最初预计 它的升幅是10倍 8倍 一毫尺 一只 一只 开盘价 谁知道一开盘 就 最高升到10倍 最高升到10倍 10倍 最高升到10倍 我有朋友 在8倍的时候 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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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部分的时间 现在都在 2个多到3个多中间 培回 即是20倍 20倍 30倍 相当惊人 没有 这也是一般的 现在的新型交易所 或者这些 已经有些 交据规模 或者有认可性的 一些当地的交易所 也借此机会 不论真与假 借此机会 趁这所谓交易所热潮 Crypto exchange 交易所热潮 希望打出一片天 大家都可以拭目留意 我看赌博性 投机性是比较重的 不过 没有什么投资 也没有什么风险 也不会全全没有风险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考虑 投资永远都是风险 自己一定要很小心 今天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